6月1日 中国商务部官员称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正在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必要程序 中方在认定不可靠实体时将考虑四方面因素 中国日前宣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不遵守市场规则 背离契约精神 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 组织或个人 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王赫军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举是针对一些国家和公司违反国际规则和通行法律原则 限制对特定国家 特定公司的贸易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不愿挑起贸易争端 但也不会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 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局长知鲁迅同日称 中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 会综合考虑以下四方面因素 第一个就是实体该实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 实行封锁断供或者其他企业制性的行为 第二个就是实体是否存成它的行为 是否是基于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的这种规则和契约 第三个是该实体是否对中国企业和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伤害 第四个就是该实体的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和潜在威胁 知鲁迅表示 如果一家企业被认定为不可靠实体 中方将依据对外贸易法 反垄断法 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对列入清单的实体采取任何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我们将依法对列入清单的实体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同时就是社会各界也会从中得到了一个警示 在以列入清单的这些实体进行交易和交往之后 提高警力 防范不可靠风险 王赫军透露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正在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必要程序 对认定企业是否属于不可靠实体 中方会有调查程序 也会给利益相关方申辩权 当然我们将来的规定会有一些调查的程序 我们要给相关的利益关系方有相关的申辩权 和我们要进行必要的调查 感谢您的调查